我叫Persons 是,Mori-san 是,通話你覺得 要訂位 吃好東西吃名店當然要訂位 否則你要排隊 當然不是 看我當然帶他們去 名店好東西便宜中貴 全部都去了 就好像那三個女生一樣 便宜中貴 一樣都有一個 那誰便宜你自己看 現在來東京去旅行 不只是去排隊店 還有新的東西 就是什麼 去完全預約制 即是說你想吃 你想排隊都不能排 要預早有些東西幾個月 預訂位才行 因為這些完全預約制的店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店小小 一兩個師傅 serve十個八局 還有很低調的 很多時候不做訪問 不過這一間 值得多朋友 可以帶你去看看 我聽說這個完全預約制的壽司 又貴又難約 叔叔 你突然對我們這麼好 你看 你這個小侄女 是要侄頭侄小 有了三個月 還有我知道 你會做些時候 他會做些時候 最好的東西給我們吃嗎 不只 因為不同的壽司師傅 壽司的排列次序都有不同 有些會把拖羅放最後 有些會把拖羅放前一點 拖羅放最後 我明白 通常是有 謝謝 我猜他一定是很 因為他知道我們喜歡吃拖羅 其實不是你們的 很多日本人都喜歡吃拖羅 所以有些師傅真的放在最前 讓你開心了 師傅每一道的先後次序 都會看到他對他自己食物的哲學 他這樣做壽司 我第一次看到 後面他突出了一塊出來 然後這樣繞著 等你咬的時候 不是 對 很細心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日本的壽司師傅都是光頭的 對 人家因為專業 怕頭髮或其他東西 弄髒掉到壽司裏 這樣就不好 所以他特地剃光頭 當然 其實我很喜歡吃奧馬卡西的原因 是你可以看著師傅做每一件事 是公演來的 你不要只看著他 其實師傅都看著我們 我們的表情 都告訴他 我們有多喜歡吃 他因應你的表情 他再做他自己的壽司 好 剛才我們吃的前菜 這個就是第一個壽司 這個壽司 就是織的吞拿魚 它是用赤米飯 這個是江戶時代壽司的特色 其實以前 日本人不是吃很多魚生的壽司 因為那時候沒有雪櫃 所以那時候的魚生其實都是織過的 這個師傅很明顯 想做回江戶時代的味道給你試 裡面那個豉油應該調配過 所以它帶了一些柚子的香味在裡面 嗯 你看看你的舌頭也挺漂亮 除了會吃我什麼厲害的 是啊 不過我們今天這個師傅 我們今天吃的拖羅 去到中拖羅 我們不是吃大拖羅 我覺得那些肥的脂肪的味 會蓋過了拖羅的香味 所以中拖羅的香味 又吃了魚的香味 又吃了魚的香味 不會太膩 這個完美的 很好吃 但為什麼這個chill拖羅 和平時吃的那些不同 它好像軟熟很多 好像立刻融一樣 我想本身是漂亮的 少一些筋 除此之外我看到它也會割一割 它的割法是會把筋切斷了它 放進口裡更加軟熟軟軟 口感有點不同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秋刀魚 剛剛秋天 師傅選擇最時靈的魚給我們 這個就是初秋刀魚 這個呢 有一個很獨特的香味 我不知道是否跟著豉油 但又是很軟熟很軟的 很好吃的 先試一下 還有放了一些蔥在裡面 有些蔥的香味 是什麼來的 什麼味道 褲子在裡面 是否很軟 怎麼捕成這樣 我平時吃的秋刀魚是硬的 對 你鑽住了嘴巴 不想說話 還有最喜歡的海淡 是整個山那麼多 剛才我抽到魚終於吞了 我剛才不捨得跟你說話 太好吃了 這個我要開口了 這個是來自咸館的海淡 你看一看 你覺得值多少錢 很貴 我以前是溫哥華經常吃的 一盒是25元夾子 然後我們是溫書宵夜吃 25元夾子就是這樣吃的 這麼便宜 20元一盒 好像這麼多 四萬元 沒錯 那我們不是溫書宵夜吃 你不要以為你有四萬元就買得到這個 其實每一個壽司師傅 其中一個功架就是 怎樣才可以拿到最漂亮的材料 不是每個人拿到這一餅的 所以 你看你這個多大堆 我都說 師傅會因應男生女生大小有所謂 可以跟你交換嗎 不行 師傅說是 你那個海淡很難 你不要搞我 試一下 其實師傅打算給我那盒 是啊 那盒 好嗎 它是 很香的 它帶甜味 這是最棒的 你試一試 香港吃不到這種味 我覺得 試一下 我要試了 嗯 不是 而且它是 以前你吃 可能是覺得它一批東西 這個不是的 是 我不知為何形容它 你真的說甜 這個清甜的感覺 第一次感受 我第一次吃到 清甜是很開心的 你看 這一餐雖然價錢便宜 但是帶給我們很多美國以外的享受和見識 不過 精彩的表演終未完 這個你看到跟平時的壽司很不同 是 這是你版 沒錯 就是小壽司 這個小壽司很可愛的 不是平時經常做的 是熟客來的時候才會做給你的 它適合我這些小鳥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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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謝謝 謝謝 銀座這裡名店商場很多 不過橫街小巷也有備點 其中這一間 我和太太離身銀座 扔下她名店之後 我走上去等她 走完 她就會來匯合我 我的暗號是 在番茄見 來了 我都不知道要用什麼暗號 什麼番茄 這道菜這麼難找 你不如直接說什麼 店名就可以了 不可以的 我告訴你今天很多考驗 看看你能否抵達 我請你吃抵達 今天要我給你抵達 我陪你吃抵達 這間水果甜品店蒸 蒸在用料 每樣不出名不用 但價錢就很親民 吃過一定回味 這個檸檬的檸檬 這個檸檬是外援圓的檸檬 而這個番茄是沒有發粉的 但為什麼都這麼想用蛋 蛋是用壽蒸蛋做的 壽蒸, 即是什麼 對, 不是 我慢慢說生物 但平時我們吃的蛋是不壽蒸的 而這個壽蒸蛋很難找 蛋味濃很多 我餵壽蒸, 稍後再教你 好, 你先吃 這麼厚? 對, 切下去的質感很密度很高 對 你看, 你要嘗嘗 很原味的蛋味 我很喜歡吃蛋 每天早上都要吃兩隻蛋 我也好 因為普通沒有壽蒸的蛋 蛋味沒那麼濃 很好吃 感覺很幸福 不好意思, 我撞上手 我不知道怎麼凌龍 那個檸檬的香 是很清新的香味 就算沒有檸檬的味道 我覺得它已經很好吃了 對 這個朱古力不是小東西 你看看, 首先… 很多士多啤梨 對, 這個士多啤梨 是正光圓的士多啤梨 這個蛋糕裡面… 這個朱古力很奇怪 看到裡面有醬嗎? 對, 因為它放了朱古力進去 所以它會有融的感覺 先嘗嘗 怎麼樣?朱古力 好像心態院的感覺 反而不是很甜 對, 因為烤的時候 外面還是脆脆的 它變得很軟 跟心態院不同 就是這個很隨便的 感覺好像和牛的脂肪 裡面的每一個融的地方 全部放在裡面 雪花… 說話方面, 你交給我吧 樣子方面, 我交給你 我吃得比較壞 你吃得比較漂亮, 知道嗎? 我吃得很壞 這個是蜜瓜, 你試試才說 刨冰 對, 你有吃過刨冰這麼幼滑嗎? 你的樣子好像壞 我叫你給你的樣子漂亮 對 很特別, 我沒吃過這樣的刨冰 這個刨冰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刨冰有兩種 有些就這樣刨冰 然後淋上火汁 有些就把果汁做冰 然後再刨出來 這個是把整個蜜瓜 就這樣刨的蜜瓜 難怪不同 因為有時候刨冰是沒有味 只有那些汁 你知道我剛才的壞樣是這樣的 我心急不明白 領迴到為什麼你的樣子剛才這麼壞 因為實在太美味了 現在我們吃了日本 五庭縣的地方的特產 全部包括在我們這些餐裡 可以說是吃了整個日本龍口 對, 坐在這裡 這是什麼? 蕃茄 蕃茄 蕃茄吃了整個日本 你平時都可以用我這個有型的暗號 是 蕃茄見